今天的盐贝人人人心里都有一本帐 这本帐上记得就是甘祖城为家乡建设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在盐贝村只要提起甘祖城 乡亲们都习惯地称他为甘将军 这个听起来虽然很平常的称呼 但却充满着乡亲们对甘祖城将军的真诚信任和敬佩 甘祖城在回乡后的29年里 帮助家乡建农副业产品加工 为贫困群众购买化肥 累计人民币7万多元 他在家乡为建设农村 把他的工资几乎是大半 这大部分都拿出来了 我从来不问他的工资 因为我了解他 曾在生产队当过十多年出纳的谢求生 至今还完好的保存着甘祖城将军当时为生产队购买的化肥 种子和农药的许多原始发票 我的这种切 切六年多块钱啊 到八年年 应该我生产队的 那就是一万一千六块钱赚着的 我都有纳事发票 我有一大个东西来 喝了鸡 一大喝了鸡是两万一千八 一大喝了鸡 这个豆是一千二 十千多 十一期干的 我都十一期干的 那就是一万一千六块钱 我都是纳事发票 在甘祖城人生价值的天平上 他始终把国家 集体和人民群众 放在第一位 把个人和家庭 放在第二位 他常常教育和引导子女 不要奢侈浪费 要过勤俭节约的生活 甘祖城离开新疆 会将其莲花老家时 专门给妻子公权真交代 我们到农村去 是劳动当农民的 不能像托运公司和转运站一样 大包小包都往家里拿 变花不能带 老家有棉花 新疆现在需要棉花 被子取出棉续网套 只带背面和李子 我就听他的命令了 就都不带 行李就减少了不少了 都不要带被子 就带几件衣服 好简单 好了 回来了以后啊 他说买年薪要够 要够不正 要够票 没有够票 借够票 祖城他的情绪啊 比较多了 就跟人家借够票 后来啊 就把那被子 入的都治好 我们全家 五年 没有做过一件衣服 甘祖常常说 我们要给儿女子孙 留下艰苦奋斗的传家宝 不能给他们提供 谈徒享乐的安乐窝 孩子们就是靠他们 自己去创造 这样才能在社会上 有立足之地 我们家的孩子 就是从小就养成 劳动习惯 七八岁 就要去擦猪草 每天还要撑 十二岁以下的 一天擦个五六斤 七八斤就可以 十二岁以上的 就要擦 十二斤以上 二十斤 他都有个规定 就是你上学回来 不能够玩 不能够以玩为主 上学回来以后就要劳动 回到家乡的甘祖昌 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 其他时间就带着孩子们到山上 去开荒劳动 最小的孩子 甚至连个锄头都扛不起 这一切妻子公权针 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但甘祖昌却说 年龄小干不了重活 可以干点轻的 孩子们参加劳动锻炼 从小可以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意识吗 那个时候就是要在农村劳动 要比别人劳动得多 觉得好像要比人家要更突出一点 我们觉得好像爸爸就会高兴 就觉得爸爸高兴 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跟他抹黑 就是好像跟他争气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十三四岁就能独体生活 甘祖昌有四个女儿 大女儿甘平荣 二女儿甘人荣 三女儿甘公荣 小女儿甘吉荣 乡亲们称他们是村里的四朵金花 1981年 大女儿甘平荣和三女儿甘公荣 都要出嫁 在妻子公权针心里 结婚成家是儿女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如何把他们的婚事操办好 是公权针一直挂在心上的大事 女孩子出嫁 都有一套简单的家具 比如说一个床 一个桌子 几条板凳 或者椅子 后来我都问过了 我问那些老师 我说你们的孩子出嫁的时候 女孩子是不是会也有陪嫁 她是有啊 这是风俗习惯 可是甘祖昌却告诉妻子 结婚是儿女们自己的事 要给介绍人说清楚 对方也不送礼 我们也不用置嫁妆 双方都不请客 也互不送礼 我们要带头 一风一俗 我爸爸就是说 结婚成家 就是自己长大了 就自己利益成家 就完成了义务 小时候呢 就是说 大人 我们没这种能力 是要父母 扶要你 现在你 到了18岁以后 就是自己 自己的事情 自己去做 后来我说不行啊 农村有农村的丰富习惯啊 你家长不给一点东西 别人嘲笑你 说你这孩子是教化子家里出生 在妻子 龚泉珍的反复劝说和开导下 甘佐昌勉强同意了老伴的意见 龚泉珍按照甘佐昌的意见 总共花了370多元 给两个女儿 每人分别买了一套新被褥 新床单和新枕头 作为女儿出嫁时的陪嫁品 我从小到大就想 爸爸就是一个农民 妈妈就是一个教师 我就没有这个概念说 爸爸是当了这么大的官 就没有 也不知道这个 就是说部长是什么官 我们也搞不清楚 反正也不知道 没这个概念 就知道爸爸妈妈有工资 在甘佐昌的潜移默化和影响下 她的家庭和子女 都养成了勤俭办事 和节约过日子的好习惯 73年 我妈妈那个手晒蛋了 后来要到上海去 搞那个电疗 当时是我跟她一起去的 她到平乡要坐火车上去上海 她都不舍得买一张物补票 就是两个人买的座位 结果后来 后来晚上了 我就说 我说怎么睡觉呢 我妈妈这方面她有几年 她带了几张报纸 往那个座位底下一摊 她说你就到这里面去睡 然后我睡在那个座位底下 几十年来甘佐昌一直保持着革命战争时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敢工作艰苦朴素 过日子勤俭节约 但每当群众遇上困难 需要帮助的时候 甘佐昌却总是会慷慨接纳 我看着工程精确实是好 他有困难的时候 我来过去年 就帮你解决困难 有便宜 就这几张满油 亲生我到南国 我个老公有大资金管理 我都几张满过油 从小茅去梦路 有个民国呢 非常老实 家庭有苦 差个多 不得早上多少 多少人 等着啥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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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毛钱吧 刚后的工程精确呢 工程精确呢 就到五部桥的时候 去施工 去许洪 我这个是年轮 我当年 我老婆等着啥 的呀 就放了军 就公伙就跑得起来 公伙就跑得起来 就搞得放了医院 他放了医院 就给你老实 一切费用 用负债 数量费用 负债 几十年过去了 这些在甘祖昌眼里 微不足道的小事 却被村里的乡亲们 一直记在心上 女儿大婚在即拒绝陪嫁 她就到了年底的 做一个老鸡的 鲜鸡的 但是我都告不下你了 没有你的话呢 我没有你 她怎么用它 就不接那个鸡 她结果要跳回去了 她说我也不能送 你自己跳回去 她不要人家 一点东西 女儿大婚在即 拒绝陪嫁 她如何一风一俗 我说不行啊 农村有农村的 丰富习惯呢 倚心建设农村 积劳成吉 面对补偿 她为何婉颜谢绝 君女人生 正在为您播出 四季纪录片 红土情 第三集 两袖清风 甘土昌在回乡的 二十九年里 抽的烟是自己种的 吃的粮食和蔬菜 都是自己种的 二十多年来 她只穿了三套 打满补丁的卡基布衣服 村里的乡亲们说 甘将军一身 不定打赤脚 一根烟筒 没有嘴 罗布手筋 肩上搭 走起路来 快如风 唯一和农民 有区别的就是 走起路来 还保持着 军人的姿势 他不单是跟我的印象 跟其余 老百姓呢 都是一个印象 都是他呀 掐着哭 都是得 去老同天天 有时候个草帽子 他都不带 跟老百姓呢 天天去老同呀 甘子昌将军 作为一名老红军 老党员 无论在战争年代 还是在和平时期 无论在军队当领导 还是回乡当农民 他始终保持着 共产党人 艰苦破素 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始终坚定 共产党员的 革命理想信念 始终把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作为共产党员的 最高价值追求 甘祖昌将军 有一条毛裤穿了23年 上面打了41个布丁 这条毛裤是爱国将领 张学良的弟弟 张学斯将军 1938年12月 在延安 亲手赠予甘祖昌的 他从战争年代 到全国解放 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身边 甘祖昌说 同志的感情和友谊 不能忘啊 这条毛裤伴随我几十年来 虽然不能再穿了 但是我也舍不得丢掉它 在回乡的29年中 甘祖昌一直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 夏天他光着头 顶着烈日干活 冬天他在寒风中坚持断炼 十几年过去 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 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可是常年劳作 就让他患上了 严重的肢气管炎和废气中 1985年10月 老部长甘祖昌将军 在病重期间 新疆军区专门派了 有关领导看望他 并提出给他盖房子的事 可是老部长蜿蜒谢绝了 他说 你们从遥远的新疆来看我 我已经很满足了 感谢新疆军区领导 对我的关怀 我没有什么功劳 原来是个农民 党培养教育我几十年 做了点事是应该的 房子我不要 我在乡下住的很好 甘祖昌说 钱我有每个月三百多元 但是要用在发展生产上 农村建设搞好了 农民富裕了 我们的子孙后代 才能过上好日子 不能光顾自己吃穿 闷养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呢 1986年3月28日 甘祖昌的病情恶化 他在弥留之际 给妻子龚泉针交代 这个月的工资领了 买上化肥和农药 送给那些贫困户 支援农业生产 我不要房子 我不要房子 我有三枚军工章 留给平荣 人荣和公荣 他们 每人一个 这就是一个将军的最后遗言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 全部家产 甘祖昌将军 很伟大 他曾经连自己的通讯员 跟他回来的警卫员 他回来当时还有待遇的 他都辞掉 说我现在当农民 这些都不需要了 你回去 为部队的建设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这里是一种浪费 时光如见 岁月如梭 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位老红军战士 建设家乡的执着精神 依然感动着 红色土地上的 父老乡亲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